火葱是阿美族特色作物 花莲月梅村部落是县内最大的产地 而花莲农改厂在农业部推动的原乡生态 永续计划经费支持之下 进行了火葱病虫害调查工作 建立枕透病虫害管理 协助农友提升生产品质与稳定产量 21号在月梅部落举办的 月梅火葱节继食农教育推广活动 也希望能够为原乡部落经济 找到新发展的可能性 这一颗颗的根莖果实 别名又称为玻璃株或者是小洋葱 是阿美族特色作物之一的火葱 每年1月到3月 就是花莲寿丰乡月梅部落的火葱成绩 不过早在111年的时候 部落农友反映 栽培过程遇到病害问题 而影响到了产量 希望花莲农改厂能够协助 我们在三年多前其实 接收到月梅部落这边 农友的反应 他们的火葱越来越难重 我们也知道天气越来越热 气候变迁不下 其实很多农作都不好重 我们也接收到这个任务 就组成一个跨客式的一个团队 直接深入部落来这边蹲点 也发现部落这边的火葱 其实面与到很多病障碍的问题 包含胎虚病 包含病毒病等等的问题 我们经过跨客式团队来做一个技术 研发跟指导之后 然后我们把技术落地 让这里的火葱 也是整个产量增加了30%到40% 经过三年多进行火葱病虫害调查工作 以及建立整套病虫害管理后 目前火葱的生产提高了3到4成 明显提升农友产量收益 更重要的是与受风向农会通力合作 在月梅部落建立火葱保种铺 将原种扩散回馈到部落天区 火葱独特的腔辣口感 吃法相当简单 目前也研发磨成酱 涂在饼干上深受欢迎 这个把来以后洗一洗洗干净一点 然后沾沾盐巴 如果说不喜欢盐巴 用那个酱油也都可以 就这样子生吃了 对对对 你刚吃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火葱的味道会比较重 然后酱辣感会只有一点点 觉得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对 21号举办月梅火葱节继食农教育推广活动上 展示着在食农教育中的成果 同时也将火葱入菜烹煮味道相当可口 目前正式春季限定火葱盛产季节 民众若想要尝鲜 欢迎到原民市集逛逛 或直接与月梅部落农友来掐购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道